就在市立动物园大张旗鼓的 要来迎接猫熊团团圆圆来台之际 民进党市议员拿着猫熊来台的 中国官方文件 指出这一份中国给台湾的文件上 不但不是保育动物的华盛顿公约 所用的国际指定文件 甚至连国家的名称都没有写 简直就是矮化台湾国格 我想这两只熊猫其实也是非常的委屈 因为它们是保育类动物 它们也应该受到华盛顿公约的保护 那我们也希望马英九不要因为 为了要让两只猫熊来台湾 而矮化了台湾的国格 痛平马政府矮化台湾国格的 还不止这一桩 就连两岸大三通 邮件直寄到大陆的ROC邮戳 到了对岸也通通都看不见了 为了寄到中国去 我们必须把台湾定位成一个地区 因此需要把国际快捷邮件改掉 改成地区快捷邮件 ROC消失 台湾更是不见了 民进党呼吁马政府 不要为了眼前的一时利益 一昧的向中国倾斜 三地新闻